来自新北市像南的流行团39人 高河半媒发现专团有20几个人出现劣书的政宗 农港上午由书记与柳南车中专博团团 上告大约住这便宜的急诊室 总结有25人因为身体不松快就义 好甘在京队在聊了后 除了有一位半媒在夜间半岛在骨折的中间 专会的宝宝就义在聊一晚 其他都已经顺利回家 好处 高河一早来自新北市的流行团39人 来到大约的处罩便宜急诊室 义峰因为室宣接到书记的通知 已经启动大量双幻基势 同样医疗团队在中等候 以受委身体不胜的25人感染 义峰也及时通报后加义官微信局 微信局相关的灵丸也到现场了解总控 因为目前这个天气变化很大 有时候晚上比较冷 白天比较冷 食物的储存就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很容易就腐化 尤其是隔餐的菜 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冷藏处理的话 很容易遭受到病毒或者是细讯上面感染 那就常常会造成一些腸胃道的症状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食安的事件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直跑出来 所以在用餐的时候 不管是在家里面或是在外面用餐的话 特别小心 尤其是隔夜的餐点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在订餐间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厨房的卫生 主人离宜公也拿出 目前天气变化很大 食物很容易就失去 尤其是隔壁的菜 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 就会造成最美的问题 所以不管是在家里 也就是在外用餐 都会特别的小心 最近新闻类交 大纳定彩虹伯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